脚底脱蟹还长红疹 高雄一名两岁小男童竟然得了香港脚 最主要是痒还有皮肤脱血 如果厉害的话吃到指甲 会造成灰指甲的症状 而传染源是家中长辈 阿公在家习惯打赤脚 香港脚皮蟹掉满地 小男童因此被美菌传染 传染途径来讲 其实都是一个直接接触性的传染 那如果说有些人香港脚的话 他可能会有 手部部分也有一些美菌感染的情形 就直接带到小孩子身上 香港脚不容易根治 家中患者最好一起治疗 避免交叉传染 44岁的吴先生 多年来饱受香港脚困扰 很难根治 对 它会一直重复 一直重复 就是一回到家就马上洗脚 洗脚然后保持干燥 医师说香港脚患者 年龄层以老人家居多 保持环境干燥 请洗手都是避免霉菌感染的方法 大约新闻黄子玲玲星红 台中报道 保持环境的方法 祝福